30岁养子不懂港恩 幻想评分养父亿万家产 养父200万断绝关系 大家好 我是鸡腿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在2018年的一天 长沙市当地电视台的节目组 来了一名特殊的委托人 他名叫郑州 是当地著名企业家郑植树的儿子 在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后 接待的记者便问起 他来这里寻求帮助的原因 而郑州一开口 他就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 我父亲要用200万元和我断绝父子关系 我觉得不公平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郑州的描述里 记者渐渐了解了他的身世和故事 原来郑州并不是郑植树亲生的儿子 而是30多年前郑植树收养的孩子 他还有一个父母亲生的姐姐 在郑州的描述里 在幼时 父母便一直把他当成外人 虽然收养了他 但在家庭中从来都不会接纳他 总是有意无意地让他感受到 自己像是别人家的孩子 不管他如何孝顺听话 都毫无改观 除此之外 在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 还会特意带自己回到自己亲生父母那里 仿佛在刻意地提醒自己 你不是我们家的人 这常常让年幼的郑州 感到无比地难过与伤心 而随着他的长大 父母对姐姐的偏心更是愈发明显 在事业上 他的父亲从来不会给他额外的关照 甚至连生活费都只给够保障生存的底线资金 当郑州在父亲工厂 勤勤恳恳地打工时 他的待遇连最基层的工人都不如 不管他怎么努力 他的父亲都始终给他最低的工资 与他不同的是 他的姐姐一进厂就能直接进入管理岗位 郑州不明白 为什么父亲收养他 却不把他当成亲生儿子 满心偏心自己的亲生女儿 明明自己已经非常认真努力了 也没有犯下什么错 但郑州好像从来就不把他当成一家人 而更让郑州生气的是 父亲在没有和他商量和通知的情况下 就把所有资产全部转移给了姐姐 一分钱都没有留给他 如果不是郑州违章驾驶 前往交警处办理手续 他甚至都没有发现这个事情 用郑州自己的话说就是 养了三十年 就算是阿猫阿狗也该有点感情了 何况是儿子呢 如果不是郑州违章驾驶 前往交警处办理手续 他甚至都没有发现这个事情 用郑州自己的话说就是 养了三十年 就算是阿猫阿狗也该有点感情了 何况是儿子呢 虽然养父郑州正是如此绝情 而毫不顾及郑州感受的偏心女儿 但郑州也并没有向媒体求助 而是独自承受 如今之所以前来求助 是因为在近日他的养父 在把所有资产 转移给姐姐之后还不够 竟然还专门找来律师 一不做二不休的 要把他扫地出门了 前些天 郑州突然接到了律师的来电 在电话中 律师表示自己是受了 政治术的委托 前来断绝 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的 而断绝的条件是 每年支付郑州十万元 连续给二十年 供给两百万 对此 郑州感到无比的失望与愤怒 一方面 毕竟是相处了三十多年的家人 如今却在毫无道理的情况下 说断就断 在郑州的眼里 郑州这纯粹就是怕他分家产 要为了女儿铺路 所以他对这种不谈感情 只谈利益的行为感到失望 另一方面 郑州和律师对他开出的 断绝父子关系的价码是两百万 在亿万资产中 仅仅分给一个拥有合法继承权的人 两百万就想断绝父子关系 这让郑州愈发对父亲感到愤怒 他就是没把我当儿子看 听完郑州的故事和抱怨后 记者也觉得 郑州的所作所为有些过于冷血了 并且很多行为前后矛盾 毫无道理 于是 记者决定带着郑州前去采访郑州 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 当记者带着郑州来到郑州的工厂前时 郑州带着复杂的神情 跟记者介绍起了这片场地 只见眼前的厂房 足有约数千平方米 其中 还有一栋六层高的办公楼 在郑州眼里 这片工厂的价值就至少有一个亿 相比之下 父亲给自己的两百万 真的是微不足道 而随着二人步入郑州的办公室 他们发现郑州的女儿恰巧也在 在沟通后 郑州和女儿表示愿意接受采访 但郑州还没说几句话 郑州就开始大声地斥责了起来 原来郑直述提到了郑州近些年 对他们夫妻的淡漠 这引起了郑州的不满 他情绪激动 肢体语言夸张地说道 我那和一根人说话 为厂里说了两句话 我被人打了 我这里缝了四五针 我老爸老妈没出过面 说都没说过一句话 你说气人不 在这个厂里 你是皇上 我应该是太子 我被别人打了 我老爸还没出过面 医药费还是我自己贴的 有这样的吗 随后他更是表示 养父郑直述就是没有把自己当成儿子 过了需求 郑州的情绪才平复下来 郑州的一些言论 让记者感到了他的保护与奇怪 这和他故事里的自己不太一样了 而在郑州发泄情绪时 记者注意到了他的姐姐 面对这些话 一直显露出无奈的笑容 郑直述则更是一脸无奈与受伤的表情 这背后是否有隐情呢 果不其然 在郑州发泄完情绪后 在郑直述平静的讲述下 记者听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 在郑直述的口中 事情要从1985年说起 那一年 郑直述的事业已然稍有起色 当时 他和妻子来到湖南平江走亲戚 办后 他和妻子在村中散步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穿着破烂的 可爱的小男孩 夫妻二人在和小男孩玩耍一阵后 回到了亲戚家中 在和亲戚攀谈时 他了解到 那个小男孩家中的生活条件十分不好 他的父亲患有哮喘 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 母亲又是残疾 两人文化水平还都不高 又生了四个孩子 别说穿衣服穿得鲜愣了 连饭都吃不饱 听到男孩家里的情况 又联想到男孩可爱的样子 郑直述不禁心声怜名 与此同时 他的脑海中还浮现了另一个想法 在晚上和妻子躺在床上的时候 他向妻子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收养这个男孩 原来郑直述的妻子 在生育女儿时身体受到了损伤 已经无法再生育了 但出于传统思想考虑和朋友的建议 郑直述一直都想要个男孩 来继承自己的家义 虽然他没有和妻子明说 但这么多年相处 妻子对他的想法也是十分清楚的 如今 既然自己无法生育 那收养一个孩子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再加上小男孩的可爱 以及与二人的投缘 郑直述的妻子 在稍作犹豫之后 便同意了郑直述的请求 第二天 夫妻二人登门拜访了 小男孩的父母 在听闻郑直述的来意之后 他们询问了郑直述的家庭状况 在了解到郑直述是个大老板之后 他们不禁感到喜出望外 自家人知自家事 我们既然无力养活自己的孩子了 为什么不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呢 但令夫妻二人意外的是 那个五岁大的小男孩 并不愿意跟随郑直述离开 于是在一番讨论之下 郑直述带走了 当时他们家庭里的最小的孩子 当时年仅一岁 而这个孩子 就是后来的郑州 因为在将孩子抱来的时候 郑直述是打算 把他作为继承人培养的 所以对于这个样子 郑直述尤为重视 为了能够让他名正言顺地 继承自己的财产 而不被别人说闲话 郑直述在当时 还特地在自己家乡的村子里 举办了宴席 邀请了家中的长辈 和村中有分量的人物出席 并当场正式为他取名郑州 来敲定他名正言顺的 儿子的身份 宴席后 因为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工作繁忙 郑直述便请来了保姆 照料两个孩子的生活 在这些年里 他抓住了好几次政策和时代的红利 成功地让自己的公司上市 且愈发红火 而在事业之外 虽然正直述不能亲自照顾自己的孩子 但他对两个孩子的教育 却是十分重视的 不过 两个孩子的教育方针却有所不同 在正直述的眼里 女儿以后只要持有企业股份 享受企业的分红便能安然度日 自然不需要严格要求 而儿子郑州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还是一个男孩子 则必须要加以锻炼 面对镜头 他坦然地说道 我对儿子的要求 肯定要更严格一点的 要求自己成才 要求必须艰苦 秉持着这个原则 他自幼便对儿子的教育更为上心 在教育上 他自正周幼时 就会为他定立更加严格的标准 即使达到了 正直术也不会轻易夸奖他 而是告诉他 作为男人 要做得更好 在心灵上 为了让儿子有一个健全的人格 学会感恩 也为了让儿子在以后继承自己企业后 不要忘了照顾自己的亲生父母的生活 正直术每到逢年过节 给正周的亲生父母送钱送礼的时候 都会特意带上正周 还叮嘱他要和自己原来的兄弟姐妹多接触 多联络 但让正直术失望的是 随着时光的推移 正周在学业上的兴趣越来越小 不仅不认真学习 反而生出了攀比的信力 不管是吃的穿的用的 都要比所有同龄人 甚至是自己的姐姐更好 才能心满意足 此外 他还常常旷课 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对此 正直术在和妻子商量后 决定将14岁的 完成了义务教育的儿子 送到自己工厂的基层磨练 做出这个决定 主要是基于以下四点考虑 其一 既然儿子对学习不感兴趣 那也没必要抢求 他去学习书本上的死知识 反正以后 他的主要任务是接手自己的企业 其二 自己的儿子在没有学历的情况下 一上来就担任管理层 不仅很难扶重 而且也有可能会出论子 而若是让他在基层打磨几年 再逐步生前 不仅能让他对企业的运作流程更加清楚 还能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 无话可说 其三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 让他在工厂中锻炼 了解企业方方面面的信息 其实也并不比让他去学校学习要差上多少 其四 儿子留在自己身边自己也能多加照看 防止他继续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有所接触 深思熟虑后 正值数都为自己的决定而得意不已 但让他意料不到的是 郑州不仅没有好好工作 反而到处张扬自己的身份 公然迟到早退 甚至对工厂里的老工人辱骂不已 认为他是靠着自家工厂才有饭吃 几次辱骂之下 二人扭打了起来 娇生惯养的郑州又哪里是干惯了粗活累活的工人的对手呢 在正值数赶来之前 郑州的下巴就被人打出了血 而正值数到来后 并没有因为郑州的伤势就草草做决断 而事先问了事情的原委 在了解到事情的前因后果后 当着工厂里一众工人的面 正值数实在不好意思为自己的儿子开拓 他也没法开拓 不然工厂的人心就散了 毕竟 这些干了多年的技术过硬的老工人 是厂里最大的资产之一 在儿子治愈出院后 正值数和儿子好好地商量了几番 他想劝儿子从基层做起 但郑州则表示他就是不想培养他 在敷衍他 而对于这次事件中 郑州关于医药费的控诉 正值数的妻子站出来说了话 你说你和工人打架 爸爸妈妈没有替你出头 也没有出医药费 那么你的住院费是谁交的 谁去照顾你的 这次事件后 郑州也无法回到正值数的工厂里上班了 无奈之下 正值数先后求了自己的妹妹和朋友 让郑州前去工作 并事前说好 他的一切用度和工资 全部由正值数自己发放 可不管是在哪里 郑州都无法安稳工作 兜兜转转下来 他没学到什么经验 反而一直在抱怨父亲不愿意安排自己做事 在正值数的回忆里 他每次向自己开口便是要要钱 利口也是要钱 娶妻生子 置办房产 购买豪车 郑州的奢侈生活 显然无法靠他自己的微薄工资支撑 所有的这些钱 几乎全都是正值数从企业中支取给他的 而在这些年间 郑州的姐姐在大学毕业后 回到了正值数的企业 从基层管理做起 事无巨细 认真负责 赢得了员工的一致好评 但也因此常常十分劳累 有一年过年 正值数在工厂里杀了一些猪 当作员工福利 自己家也挑了一些好肉 在年夜饭上 看着辛劳的女儿 正值数的妻子 为其多嫁了一些肉 对此 郑州顿时大发雷霆 说自己的父母偏心亲生孩子 完全不当自己是自家人 看着自己已然成年已久 结婚生子的儿子 到如今还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争风吃醋 不明事理 正值数心中的不满与日举增 事业不顺 生活不满 郑州慢慢地把一切问题 都归结到了自己养父母的身上 三天两头便和父亲吵架 在2014年正月的一次大吵之后 郑州更是直接离家出走了 三年间几乎和正值数毫不联络 正值数对此显得尤为激动 说他是2014年正月出发就离家出走了 就是不懂事 离家出走没回家 2014年没回来过年 2015年没回来过年 2016年喊他回来吃顿晚饭又跑了 而在2017年 郑州在外出打工 闯荡三年后 在没和正值数夫妻联络的情况下 在乡下盖起了鼻墅 似乎准备和妻子儿女安享晚年 而且郑州三年下来只攒下了七万元 该别墅买地皮的钱主要是向他叔叔借取的 在一年后 他无力偿还这笔债务的情况下 再次打电话 给正值数要求给钱 正值数在了解情况后 对郑州的行为彻底失望透顶了 他愤怒地冲了过去 把郑州大骂了一顿 他说 我现在60多岁了还在奋斗 你30多岁就开始享受了 也正是因为对儿子失望透顶 才有了开始的断绝父子关系的那一幕 至于郑州对郑州转移资产的指控 当记者一提出来 在场除了郑州的人全都笑了 正值数的女儿显得尤为无奈 他和记者耐心地解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原来 正值数并没有把自己的股权出让给自己的女儿 而是让他担任了企业法人 负责经营企业 从理论上来说 现在正值数的所有资产依然在他自己的名下 和他女儿没有半分关系 而之所以郑州会产生这种误会 纯粹是因为他学历太低 又不愿意去学习 对于企业 股权等事物没有相关概念 才会误以为正值数让女儿当企业法人 便是将所有资产转让给了女儿 听到这些 一旁的郑州显得十分沮丧 低着头沉默不语 而在叙述完之后 郑州也不禁感到面皮发烫 他开始向正值数解释 希望不要断绝父子关系 但无论郑州怎么说 正值数都坚持一定要断绝父子关系 他表示只有这样 才能让郑州真正的去审视未来 并且他的财产绝不会分郑州半分 在采访的最后 他斩钉截铁地表示 我的财产与子女都无关 因为我这个企业在我没死之前都是我的 任何人都拿不到的 哪怕是亲儿子亲女儿 如果不好 我照样可以有一个给 有一个不给 他现在想拿到我的财产 没有希望了 听到这里 郑州也表示了十分后悔 但在说完后悔后 他又开始忍不住抱怨 声称正值数就不该把他抱养过来 给了他希望 又让希望破灭 甚至正值数企业失败也是好的 不发这个财也就不会让他有希望 面对这样狭隘想法的郑州 正值数的妻子不禁背过了头 摸了把眼泪 而记者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在采访结束后 记者找到了正值数的妻子 询问他抹眼泪的原因 正值数的妻子表示真的感到憨心 毕竟从一点点大痒到现在 三十多年又怎么可能没感情呢 连正值数企业的名字 都是用郑州的名字命名的 他又怎么可能不爱郑州呢 此外 正值数妻子还表示 其实正值数远没有他说出来的那么强异 对他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儿子对他们的态度 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吗 其实只要他肯说句软话 说点好话 正值数都不可能坚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 但一直到记者与郑州离开 郑州对自己的养父母除了指责 便是埋怨 没有对二老有一丝一毫的感激与文情 后来在乡下的别墅里 郑州表示 自己不会主动去要这两百万 自己的生活要自己重新开始 但如果养父母需要他的帮助 他还是会回去的 而正值数夫妻则并未做出回应 最终 二十多年的父子情义彻底化为乌有 这其中 正值数和郑州二人各有过错 难断是非 对正州而言 不论其他 即使基于养父母对他十几年的养育之恩 他也绝不应当半分感激都没有的一直指责 何况如果从平常家庭来说 买车买房帮忙娶妻生子 正值数夫妻对他的付出已经很多了 并且他一直以相爱的眼光和心态看待父母对他的要求 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成功的继承人应有的心态 而对此正值数则看得十分透彻 他就是要改变他的思维 他那个思维不改变 他一辈子都复复了 很偏激 也不勤快 也不努力 只知道要钱 但医者不能自医 看别人无比透彻的正值数自己 又何尝没有问题呢 首先他的教育方法存在偏差 他既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狼食教育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不仅过于沉重 而且在正州三观未健全 经历不多的时候是意识不到这是对他好的 其次 他也没有在正州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他足够的陪伴和关爱 更没有清晰地表达出自己对正州的期望与爱 从而造成了另二人都无比遗憾的偏差 事已至此 无论是对正值数 还是对正州而言 一切都已成定局 或许在多年后 他们还会回忆起正州的童年时光 如果在那时做出不同的选择 一切或许都会不同 但终究是回不去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